OK 大家平安 平安 他们积极能告耶稣 要定他死罪 说了解道 我想耶稣走的这一条人生的礼物 很多时候你我 我们约业 也同样在走人世的一个苦苦 他们诬告耶稣 诬告 请问你曾经被人诬告吗 不一定是法庭的诬告 什么是诬告 我查了一下 诬告是什么 凭空捏造 凭空捏造 完全出于凭空捏造 以及虚过出来的 凭空捏造 你曾经被人 在背后说你一些 凭空捏造你的事吗 完全跟你 这一个人 不是事实 跟你所讲的话 不完全是 扭曲 然后他又扭曲 然后他又扭曲的话 要对你造成一种伤害 你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吗 假如有的话 好 我告诉你 今天耶稣陪我们走过 他被捏造许多 罪 罪壮 而且真的到最后 他被成功硬上十架 还好今天 不管过去人家对你怎么样 你今天还能够坐在这里 感谢主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度 不管你我 我们遭遇了什么样的 不实的控告 不争的事实 你也能够在圣灵的保守 跟引导下 你也能够平安一波一波走过 请问 被人背后说一些 而且完全跟你 不是真实的你的事 你没有说那一句话 人家说是你说的 你没有这样说 人家是扭曲造假你的话 加油天处之后 挂在你的身上 然后他们的话 直接的间接的伤害了你 让你后边的 后面有许多事很不方便 进行 请问当你遭受这样的情节的时候 你的心怎么样 很受伤 很受伤 所以这里耶稣给了我们一句 非常重要 忍一忍之间互动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来读一下 马太七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 好吗 所以你们要别人 怎样带人呢 就得怎样带别人 这就是摩西法律和先知的教训和正义 摩西法律跟先知教导的精髓 精髓在这里 你愿意别人怎么带你 就这样去带他 你愿意别人怎么带你 你愿意那是心里的意愿 你就先要这样去带他 所以李百姓心里的价值观 先做出来给别人 然后期待别人受你影响 他也跟着你 所以在这里 基督徒上帝的子民 你要先把良善做出来给人看 你要走在别人的殿前 你要影响这个黑暗的社会 因为人总是指及而指着 别人比较快 然后反省自己比较慢 期待别人比较多 然后自己只在享受 很多人很喜欢指着别人 手指向别人 但是耶稣说 不 收起你的手指来 做出上帝此意中的事 在世人面前 所以这个叫做 你们是世界的光 要照在黑暗当中 OK 我希望在我们 在我们永福教会 我们能够把这个变成 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准神 我们在这里追求了一个爱的大家庭 爱的大家庭 最近我跟两个我们朋友说一句话 请记住在永福教会 这一整个永福教会 三百多人在这里进出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在这里有千多人在这里进出 然后你不要对人说 你看你们永福教会 你看我们永福教会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哪一个人 怎么说做了什么事 让我很伤心 让我很受伤 我说亲爱的 不要忘记 是的 有许多人在永福教会里面进出 但是你知道这一群 在永福教会进出的人当中 有多少比率的人他们是被带领 被容忍 他们被期待从外面的世界 从世俗的观念 从过去的行为模式 一步一步正要被带进上帝的国度来 所以不是每一个在上帝国度里面进出的人 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 他们的心意是美好的 不是有许多人还是在喝奶的阶段 不要用他们的话 挂在永福教会的名号上 在耶稣基督的家庭上 我这样说你同意吗 同意 所以假如你认为有人的讲话 很不客气 很受伤 很不应该 你要为自己 假如你的灵力比他走得更远一点 假如你的人格比他更是整全一点 请你用祷告的心来包容他 不要跟他一步来一步去 你要不要跟他有什么样的 这是上帝的家 上帝的家 欢迎每一个每一个罪人 软弱的人进到上帝的家里来 然后一步一步在爱里来成长 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六节到五十八节 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 对 来 祭司长和全议会想尽方法找证据 控告耶稣至他于死地 可是找不出任何的证据 好些人出面误告他 可是他们的证词都不相符 后来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证 控告耶稣说 我们听见他说 我要把这种人建的圣殿拆了 三边面建另一座不是人造的殿 在这里你看到全议会的人 全议会的人 祭司长跟全议会的人 什么是全议会 就是犹太民族当中 那个议会制度 那个议会制度 就由这些议士们在判决哪些人犯了宗教 哪些人犯了该死的罪 哪些人怎么样 这个全议会 祭司长就是那一年领头的 然后跟整个议会的首脑们 他们一起要找机会 杀害耶稣至他的死地 但是怎么找出他有什么 死证 然后更多人站起来做假见证控告 我们在谈这个例子是因为受难捡到 耶稣我一直一直 我的人生是跟着他的话语在成长 三十岁在家里帮忙三十年 然后一个没有说正式教育的人 三十岁出来 三十三岁被病死 只有三年半出来跟社会有交流 然后从一个乡下的孩子出来之后 他面对的是整个犹太社会 是面对的是整个犹太议会 那一些宗教的高层 政治的高层 社会的贤打 然后跟所有这一些苦难的人民 他的每一句话 他的每一个作为 三年半正来引起那么大的化然 有的人感受到 耶稣你的话是上帝的话 耶稣你的作为是上帝国降临的气候 有的人就因为这样 从尼格迪姆 他也是议会的议演 然后到所有这一些人间的苦难的人 有多少人一直要跟随他 拥护他白天晚上 弄得耶稣连三餐钟没有时间吃 没有时间休息 耶稣的家人说 他真的是啼笑 所以要知道 耶稣在他还没有受死之前 他跟他的弟弟 弟弟跟妹妹们的关系不是好的 你带到这个老妹妹爹 父亲不在啊 你把整个家通通丢着 然后妈妈又跟着你跑 耶稣在他活着的时候 跟他的弟弟妹妹们的关系不是好的 这是为什么耶稣死了之后 他把他的妈妈交给谁 他的门徒约翰 他的门徒约翰 诸有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是跟耶稣的门徒约翰 他们一直相守到他 临终 不是跟耶稣的弟弟妹妹们 连耶稣的弟弟妹妹们 对耶稣不谅解 他只有出来三年半 他面对的是整个犹太社会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习俗 他们的宗教 他们对上帝的看法 耶稣从头调整 但是他不批判别人 他只把他从上帝来的 我是从父那里来的 在创世以前 我就与他同在 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知道 所以我要 我来要把上帝的意念 上帝的旨意 传递给你们 现实这许多许多 你们领受的 跟上帝 真实的上帝所要的 偏差太大 他不说偏差太大 他不批判他们 我们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 这一次我们应该会到 必识大词吧 对喔 那我们有机会 我们有机会 去看这个必识大词 耶稣走到那个必识大词 有多少人在那里 等着必识大词的水动了 一个一个跳进去 他们的习俗说 谁先跳进去 谁的病就能够得到医治 耶稣走到那里去 看到一个人 可能身体很臭 然后 因为他在那个水池边 已经躺了38年 38年 家里没有人离他 38年 天天都在眼睛 在看着那个水池 期待水池的水动了 他能够爬进去 结果在那里等了38年 他门都没有 别人跳进去 身体有没有好 不知道 妈祖走过去了 是不是摸到妈祖的 躺在下面的人 他们的身体的病都好了 不知道 但是有人已经把它造成一个 这个灵间的习俗跟信仰 这一个人在彼氏大使堂了38年 他期待 我告诉你 耶稣来了 耶稣用他的行为 传递给他们一件事情 这样的信仰是错误的 这样的信仰绝对是错误的 谁动呢 谁动呢 谁会跳进去 能跑的 能跳的跳进去 那真正需要的人呢 谁动呢 谁跳进去 自己为中心的人 只顾自己的人跳进去 上帝的信仰是 只顾你自己吗 不会的 上帝国的信仰是 你的存在都是为了众人 为了他人 利他 所以这个彼氏大使的信仰 他流传下来 耶稣走过去 对这一个人说 你要得一致吗 他说不得一致 我不得一致 我不得一致 我还在这待38年 打到整身窟窿 炒过苦 然后呢 耶稣跟他说 起来 拿着你的骨子走 离开这个现场 离开这个地方 你要得一致吗 我来 要使人得生命 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 因为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要看的不是奇迹 要看的不是什么奇妙的变化 要看的是 当你来接近耶稣的时候 你我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 会得到丰盛 耶稣来 他带起一股旋风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 开始感受到 上帝真的关心我 上帝假如会关心 天上的小鸟 山上的百味花 上帝也会关心你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谁 但是当初 犹太人的流传下来信仰是 你有病了 你有病一定是 你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这样的信念 从因果的辩论 到一直到 耶稣的时代 有人瞎眼了 耶稣 这个人瞎眼 是他有罪 还是他父母亲有罪 这跟台湾完全都一样 但是耶稣来打破 他瞎眼不是因为他有罪 不是因为他父母有罪 是上帝要在他身上 显出荣耀 这是为什么先教师来 把这些瘸腿的 小麻痹的 瞎眼的通通拢起来 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认识上帝的爱 然后激发他们生命的潜能 所有切肯的瞎眼的他们 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专业 有了自己的专业 就能够生活 就能够许多人 就成为社会的另外一类的贡献者 耶稣来 使人得生命 而且得更丰盛 但是这个人被医治了之后 那些宗教界的贤打 他们不是因为耶稣医治了他 感谢赞美主 他是因为耶稣医治他 然后说耶稣啊你犯了死罪 因为你医治他 你释放他 是在哪一天 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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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说安息日 每一个人都不能做事情 而且他们又把他戏目化 安息日你走路不能走几步 安息日你不能工作 所以你要抬东西不能超过几公斤 安息日不能煮饭的 所以有什么 安息日要吃的东西 前一天都要准备好 安息日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摩西只说了一个安息日要休息 用那一天来敬畏神安静你的心 结果他们把这个一直在戏目化 把这个安息日的意义给 引到法条上 所以安息日耶稣你犯了安息日 他们的眼目不是在上帝的爱救赎 他们的眼目是耶稣你犯了罪 各位我们今天在追寻 我们今天在追寻上帝的国 跟上帝的意义 我们的眼目在哪里 我们的眼目在哪里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请记住 最重要的是耶稣的话 祂要丰富你的生命 耶稣祂要医治你心里的疮伤 这群人把耶稣带到法庭上 他们控告耶稣说 他们向法庭控诉 他们向分封的王控诉 控诉什么 耶稣他不要人禁职人 纳税给凯撒皇帝 罗马的凯撒皇帝 因为犹太人是他们的属弟 殖民地 所以被殖民的 要被收纵税 纳给凯撒 他们说耶稣阻止人 但是耶稣有吗 没有 有人来问耶稣 耶稣我们犹太人 要不要纳税给凯撒皇帝 耶稣怎么说 你的口袋里面的前帝是谁的 是谁的像 凯撒的像 耶稣说了一句话 凯撒的为神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 各位你怎么解读这句话 凯撒的归凯撒 前帝是凯撒就给他 那上帝的呢 什么是上帝的 什么是上帝的 全部啊 拿着全部 不是 拿着前帝的这一个人 这个人 你是上帝的 前帝凯撒要给他 该纳就纳 但是你这一个人 你是上帝的 你的心归属上帝 你的心不归属凯撒 罗马皇帝 所以你要遵守上帝的话 胜过于遵守凯撒 罗马皇帝的话 你这一个人 上帝要的是你这一个人 各位 在许多世上 你能够 follow耶稣的话 你要工作 你要赚钱 都好 这个都非常需要 因为我们活着就是需要这一些 但是请记住 所有你的这一些都是在support你的生命 不是人为钱效力 不是人为更好的工作卖命 不 是这一些都是为了要祝福你的生命 因为生命是最宝贝的东西 上帝爱你 上帝要保护你的生命 上帝要调整每一个人 进入一个国度的次序 OK 耶稣说 凯撒归给了凯撒 耶稣没有阻止他们纳税 结果他们说耶稣 他们控告耶稣 他们误告耶稣 他们溜取耶稣 他们说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 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中也有一个罪证 那个罪词是什么 犹太人的王 耶稣 当一群人捏造 说耶稣他来 他要带领 他是诱惑群众 鼓动社会 暴动 你看他无论走到哪里去 千千万万的人跟随他 他要来推翻罗马 他要来缔造自己的王国 那事实上是吗 不 当耶稣无饼鳄鱼 让上万个人吃饱的时候 他们那一场之后 他们要求耶稣做王 耶稣不要 他们拥戴耶稣做王 耶稣在众人的拥物之下 圣经说了一句话 他冲出人群 离他们而去 耶稣在避免 人群的喧嚣 耶稣在避免 他是王 但是他不是地上王国的王 人们就这样一直在误告他 所以到最后 当他在被定石架的时候 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 耶稣 事实上是吗 完全捏造 完全误告 恶人 要把一人打倒 做恶多端的人 要把好人给打倒 只有一个办法 捏造 捏造 是好人陷入一个困境 是好人没有办法自我辩驳 我想这些人世间非常苦闷的一种情境 问题是亲爱的朋友们 我不知道你现在 现在的你 你在跟人讲话的时候 你讲话的用词精准不精准 你在传递 向别人传递 那一个人的事情的时候 你用的用词精准不精准 假如你的用词不精准 假如你在传递某某人怎么样 某某人怎么样 加上太多你自己的想法 我说要认罪要悔改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你喜欢一个人 你把那一个人说的太多 比他实况更好 很多时候你不喜欢一个人 你把他描述的比他的实况 更怎么样 更坏 当你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好或者他的坏 完全不是根据他的实境 而是根据你的一张嘴 你的嘴塑造的那一个人 那是那一个人的实况被你扭曲了 我们在说家里 我们在说任何一个情境 各位 不小心我们也成为陷害别人 污蔑别人的一个人 我们能不能 我们能不能 当我们进入这个受难节的时候 我们也在反省 如何让上帝国 能够落实在我们当中 很多喧嚣的控诉来到法庭 尚打分封的网 但是比拉多一直再三说 我真的查不出他用什么罪 我真的查不出 但是他们不管了 他们已经好不容易把他带到西王 又带到以拉多王的面前 一个一个就是要定他死罪 而且他们又买通了其他 买通了 这个贿赂不只是现在 他们早就安排好 目的只有一个除掉耶稣 所以买通了一群人 法庭有那么多人可以 谁进去的吗 哪一场他们买通的人都可以进去 无论王怎么宣判 他们就在底下宣伐 定他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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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拉多说 比拉多说我真的查不出 那么怎么办 哪一人啊 哪一瓶水来 哪一盆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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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在那里洗手 洗一洗 假如你要跟他施架 此事已我不甘 神啊 真罪不归于我 是他们要求 各位 真要不让我们想 繁星一件事情 当你知道一件事情的实况 当你身边有许多人 虚假 做假见证 扭曲事实 你有没有勇于站在该站的位置上 你有没有勇于站在该站的位置上 做你该做的事 还是就 真是 反正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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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两千年 也在互换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我不挤起来 旁边的人 各位 因素位 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 这里有太多的牵连 这里有太多的牵连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人性的软弱 人性的缺憾 加上一个 现在是一个结构性的罪 人的软弱 加上结构性的罪 结构性的犯罪 加上有许多个人 人性的软弱 有的是因为需要一点钱 被满通 OK 他们要了巴拉巴 他们定了耶稣 两千年后耶稣 被定死的耶稣 两千年后的现在 还在改变世界 两千年后的现在 我们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十字架上的爱的呼召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人 被改变了之后 带着新生命 走到世界的黑暗角落 到那一些流泪 痛苦的人 被污蔑 被伤害的人 我们带着耶稣的爱 一个一个去接近他们 把他们 各位 被定死的耶稣 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师 跟两华 那一些定死祂的人 在哪里 定死祂的人 是义人吗 定死祂的人 比耶稣更 得上帝的喜欢吗 定死祂的人 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吗 搬弄是非的人 控制了整个场面 搬弄是非的人 的声音得胜了 我告诉你 请你勇敢的站起来 假如你的家被搬弄是非的人 掌握了 你的家必然一团乱 假如你的工作的单位 被搬弄是非的人掌控了 你服务的单位 必然没有办法 同心得意 没有办法 甘心得意 工作 然后享受工作到欢乐 搬弄是非的人 我期待我们的永福教会 每一个人能够训练自己 我们在说什么话 我们能够真的训练精准 因为精准 我才能够有忠于对方 有忠于我自己 然后不会陷害别人 使人入罪 也不会让自己在上帝边 全失去的应该 受人觉到 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在我们身旁有太多的受谣言伤害 在我们身边的人 有太多伤痕累累的人 他们存在于我们的身旁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 头脑清醒的人 不受谣言所获 然后不与人 航穴一气 成了乌合之众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分辨是非的人 当你有一天真的 明白了是非对错之后 你就勇于坚守你的岗位 即使为那个坚守 你受苦了 我要告诉你 假如你读死独行传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死独行传 常常在鼓励人的 宁可为义受苦 也不要为罪受 对吗 耶稣他坚守上帝的过渡 跟坚守上帝的话语 他为此受苦了 后来受苦 这一个礼拜 我们进入受难节 下个礼拜 我们要牵出什么 孤活节 唯一受苦的人有福了 上帝要抗拒他 愿上帝的爱在你我身上 愿上帝的国在你我心里 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 在这里看到最后 无知的嘲笑和控诉 对照耶稣神圣的爱与宽恕 被他们害死了 被他们害到定在十架上 耶稣在最后一刻 他还拯救了 释放了巴拉巴 耶稣站起来 巴拉巴得释放 耶稣被定在十架上 他还让旁边的另外一个罪犯 今天你毕与我怎么样 我们在天国了 那就是走到最后一刻 他还成为一个拯救者 释放者 到最后一刻 他被挂在来那么痛苦 他还说福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哎呀这一位耶稣 这一位耶稣 我怎么不能够 怎么能够不成为他的门主呢 愿这一位耶稣成为你的基督 你真的是他的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交付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的灵在我们心上 愿主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受难节的意义 钱都交给犹大 原本把钱交给哪一个人 就是对那一个人的信任 耶稣这个团体最信任的一个人 竟然偷偷的把耶稣卖了 出卖了跟二者的结构同盟 恳求上帝 启发我们感动我们 让我们一生能够坚守在正义的线上 站在耶稣这一边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徒 阿们 十字架 十字架 勇是我的荣耀 座方与耶稣基督徒 我奏罪罪 我心情结 赤奉耶稣盖 四十字架 十字架 我奏罪罪osse 我一世家 赤奉耶稣保血 在祢有神明水 有个跟胯 神马山永强 白白痴人洗醉 十字架 十字架 勇是我的荣耀 我种罪都洗尽间 只靠耶稣保险 我愿意别无所谎 淡化救助世家 世界对我一定是 我一时对待他 十字架 十字架 勇是我的荣耀 我种罪都洗尽间 只靠耶稣保险 十字架 十字架 优优人